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知道说阅读里面这边有好多好多的学习资源 同学如果对其他学习资源也很感兴趣 也欢迎同学们可以来看看其他老师们录制的其他支影片 今天老师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看漫画学英文 这个漫画是由法国的漫画家叫做David Havoy 他所制作的这个作品叫做Paper and Carrot 就是小辣椒与萝卜头 这是关于一名小女巫跟她的猫咪萝卜头 一起的奇幻冒险故事 那这个漫画内容都非常的正向 同时还将科学知识融入魔法中 那这作品很特别的地方 它都是免费的作品 那在网路上也已经翻译成很许多国的语言了 而这作品可以在网路上免费阅读 都要感谢全世界的赞助者支持着作者 我们才可以免费观赏这部精彩的网路连载漫画作品 而酷音平台当中还搭配生动活泼的真人配音 让同学们可以除了练习英文听力英文阅读外 还可以感受到英语配音的魅力 是不是等不及想要赶快一起来看漫画了呢 别急别急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漫画 总共有三十几集的漫画 这是网路连载还一直有在上映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部的漫画之后 当然免不了要来quit来测验一下同学 当然要提供一些小小的挑战 这样同学就会在读完这个漫画当中 还可以来测验一下自己的阅读能力 首先我们先别急 先不来看漫画 我们先来看一个小动画 这是特别制作在第六集的部分 有制作一支小小动画 那透过这支动画影片呢 同学也可以对这个漫画呢 也比较有一个概念 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这部精彩的动画 关于这部漫画的部分 好咯 那这边有中文字幕提供给大家 那我们就用全萤幕来观看 首先出现这就是我们的主角啦 就是我们的pepper小辣椒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画风 非常的细致 好咯 那我们就稍微快转一下 哦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萝卜头 Carrots啦 然后呢 我们的小女巫这个主角呢 她要带着她的小猫咪 一起去参加这个魔法比赛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那同学们在看完这个动画影片后呢 我们就真的要来看漫画咯 那我们就来看刚刚的动画的漫画 应该是我们的第六集 The Potion Contest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本有声书 那左下角这边呢 大家有看到吗 左下角这边啊 有一个这个呃 声音的按钮 我们点开来 那我们也可以点选 左边这个加号 就可以来放大咯 我们这样子可以把漫画 可以看得更清楚呢 那我们要翻页的时候 记得要回到原始的尺寸 再来做翻页 Carrot You're so cute to have thought of freeing me to this contest Fantastic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漫画非常的精彩哦 搭配不一样的配音 那这边可以看到呢 呃 这些漫画的画风 那读完漫画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小测验哦 在这边测验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可以稍微预览一下 大概会出什么样 类型的提醒呢 好的 那同学们在观赏完 看完漫画后 也不要忘记来做个小测验吧 好的 那这边呢有三十几部的漫画提供给同学们 祝福你们可以一边看漫画 一边享受英文阅读的乐趣咯 好啦 我们就影片到这边下次见咯 拜拜